大家好,我是冷哥 昨天在美麗新香港樓市速遞的影片 其中有一部分,是否提到有半份契 即是用80萬,買了一個葵涌私樓回來 但我也跟你說 你買了回來,你也不能進去使用 你還說那個拍物行可能收回那些人的租 哪裡收到租,一定收不到租 所以我叫大家這些半份契,千萬不要碰 但我亦可以跟大家說一個故事 當年應該是十年前 我十年前就幫我朋友 搞定了半份契 他成功取回自己的半份 他取回那半份之後,就自由出租 我知道他現在應該租 我猜他現在租兩萬多元一個月 你當他一年收回30萬 十年,他已經收回300萬 但我這個故事要成功,也有天時地利和人和 大家聽我說後,看看你們要解決的問題 是不是有我天時地利和人和才去解決 不是每個人拿著半份契都可以解決 在未開始之前,如果大家還未訂閱 請幫手訂閱,請讚個分享給朋友 如果有時間的話,請幫手看完這廣告 多謝大家欣賞 先說回我跟朋友怎樣認識 當年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去了一間律師樓做雪梨工 當時做一個部門,就是地產部 地產部在香港也算是十大之內 哪一間就不說 認識了他,他是長工來的 我是雪梨工 當時我當然說自己長工 不會說自己雪梨工 而他坐在對面 因為他坐在對面 大家就熟悉了 他中性格比較耐弱 又不能說是那型 他喜歡女生,不是男生 比較耐弱一點 很多東西都是右牌一樣 我還記得當年 當年他喜歡公司的一個女生 例如Junior Set 因為律師樓理智有很多秘書 有些叫Junior Set 他喜歡一個Junior Set 也是靠我跟他約出來 怎料約了出來 今天我跟女生約了出來 原來那個女生說出來 原來以為是我追求他 今天搞得當時多尷尬 廢話一小說,入正題 當時我是做了書梨工 今天書梨工之後 我回學讀書 出來也不是做律師樓 他仍然做到今時今客 仍然在那家律師樓做 他差不多退休 先說回當年 大約在12年前或13年前 當時在街上碰到他 在街上碰到他 今天交換了電話 日後就跟他 大家在同一區工作 約了幾次吃飯 接著他就說有些事想請教我 我說什麼事 他說他都問過他自己公司的律師 律師都說沒得搞死症 他將他的故事告訴我 原來他父母 生了一個獨身家庭 只有一個獨製 他父母當時都是一個小富豪 都是有些錢的 當時他父母是搞生意的 樓就不多 樓就買了一層自住 在太古城 做生意途中 買了一個公廈 在王竹坑 他當時就跟他父親和朋友交婚 王竹坑就買了兩個單位 一個A室一個B室 每一個單位都有2000多尺 買入的日期是上世紀70年代 當時的樓應該都是很便宜的 我記得日期是1979 還是1978年 當時他父母就去美國大合國旅行 誰知道小型飛機就墮落了 去峽谷 雙雙死了 死了之後 自自然然 他父母又買了保險 保險賠了筆 美國那邊的 小型飛機公司也賠了一大塊錢 所以他憑著這些賠償錢 都過了蠻富裕的生活 當時他剩下媽媽和他 即是他媽媽和他相依為名 一直養大他 他的心結是什麼呢 當時他父母和朋友 做了一間財產業 他也說他幾好生意 即是他父母和他講話幾好生意 他父母寫了一支 之前這間財產業就被人吃了 其實他父母有落名的 他父母和朋友是做了一個什麼名字 是做一個分權契 即是這兩個單位 他父母佔50% 他父母和朋友佔50% 他父母有層樓 他父母也知道 過去跟朋友說 他兒子和媳婦又死了 知道有層樓有一半 希望賣了那層樓去 或者拿回一個單位 因為他父母也知道 一個AB的單位 你就還給他 他父母也知道 他父母有借口 他說公司仍然存在 公司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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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債 他父母也相信 可能會不會有負債 他父母又問 會不會 買得差 不會的 都會有 一二十萬付款 他父母在等 等了幾年 他父母又回家 又找他 公司仍然存在 公司虧損 現在算是算算算算算算 他會找你 他父母又回家 等等等等 不斷用各種藉口 拖延 到後來 連他父母也死了 死了 這兩個公下單位 被後人霸佔了 他父母又找他的後人 又說怎樣處理 沒有,都說凋空裝在這裏 看看有什麼好價錢賣 他又信以為真 又等等 終於等到我這個朋友大 就覺得不對勁了 等了這麼多年 由70年代 等到90年代 你都未付 找回我 十幾年前 二次年都過了 都未付回他們 期間因為他在律師樓組 公司律師 寫信 叫他交回那半份 給他 他一直都是拖延 又說在做遺產承辦 又說到剛剛死 很多藉口 一直都留意物業的狀態 連他父母的朋友的兒子 下了名為為遺產承辦 而他都未下了名為 他發覺不成功 然後 又找律師樓寫信追 又追到沒有結果 早十幾年前 十二三年前又遇到我 他跟我說了 問我有沒有辦法 他說你的情況 他說你老爸死了 你問遺產承辦是不是你 他說 也是他 因為他都做了十幾年遺產承辦 但是 做不到事都可以向民國律師 如果兩個遺產承辦 都是 搞不定 最後都會打官司 打官司的費用 很大 但是 亦都拖很長時間 他說 如果再沒有時間 還是要打官司 你想想十幾年前 層樓都很值錢 你想想 一個單位 就兩千多呎 你在黃竹坑 我當你五千元一隻 你乘回兩千呎 你也是一千萬的 有一天 我上了他寫字樓 找他 他給了資料 我看了會議室 我看了兩個多小時 他說有些計劃的 不是說不行 不過 要花一點錢 請黑社會上 去幫助我們 他說花一點錢 也沒問題 怎樣做法呢 大家聽著 不是每個人做到 天時地地任何才行 因為事前他做了些功夫 他說知道那兩個單位 是租了給第三者 不是他爸爸的兒子 所說沒有租 租了給第三者 今天有沒有收租就不知道 既然這樣 你看看哪個單位美麗的 就要霸霸霸霸霸 怎樣霸霸霸霸 我說現在他是遺產承辦 你也是遺產承辦 照計 你們一起簽租約才有效 第一 他簽租約 因為我不知道當時有沒有租約 因為我們未踩上去問租客 第一個租約未必有效 有效也沒問題 因為租客應該要將租金 一半就給對方遺產承辦 一半就要給你 因為你兩個都是遺產承辦 你一定要分開這樣付 說肯定你沒有收過的 這幾十年 我說這樣 你以為這個遺產承辦的身份 你和我簽一張租約 打過來印 我踩上去和你搞 這一筆他已經做到了 事前我叫律師 和我寫幾封信 給兩個單位追租 封律師信要這樣寫 第一是他們非法霸佔了單位 你們在不知情況下 是不是出租了 如果你是有租金 給我出來的 你一半的租金 你從今天開始 就要加一半給我 就不可以全份交給對方 這裡每一個月出封信 今天連出了三個月 我們就出手了 當日我就用了五千元 請了三個大隻佬 即是有紋身 我要求 一定要有紋身和大隻 穿衣服也要讓人看到紋身 請了三個大隻佬 用了五千元 五千元好像請四個小時 如果再去四個小時 請 如果再是超時 再要付五千元 我們當日 拿了幾箱貨 我和我的朋友 連上三個大隻佬 五個人 就踩了上黃竹坑 即是物業 其中一個單位 即是一個單位 A-Sat 比較漂亮 我們就按鈕 A-Sat 當然是開門 開門我們就什麼都不說了 就把貨都搬進去A-Sat A-Sat 租客一定問 你們什麼人 為什麼搬進來 然後我就說 我是租客 然後這個就是業主 我說他已經租給三個月 你收不到我們在這裡 我們說要收回單位 因為你一直都不交租 然後他就說 我有交租 我有交租給 XX哥 我便說 既然你有交租 麻煩你給租約 和租單 看看 你怎樣交租 和租又怎樣 然後他就說 我們在這裡租了七年 我都沒有租約 因為他剛剛說不想交稅 我們又想便宜一點 所以沒有租約 我說 你沒有租約 但我又租約 我是租客 我亦都有交租給 我這個業主 那後來怎樣呢 後來我們當然是不走 他叫我們走 我們不走 然後租客就報警 報警 有一個沙展 帶了兩個傘 因為他說是黑社會 我聽見過一個租客 是這麼說的 警察當然是重視 一個沙展 帶了兩個傘 都是軍裝 那三個 我跟他們說 什麼事 一聽到 他們說是商業糾紛 然後沙子就問租客 你找到離交租的業主 你叫他過來 大家三口六明 就在這裡談談 後來那個業主當然害怕 又有黑社會 又有這些 這些砂楼上來 即是馬上過來 那裏有一個砂楼 我聽回來 這些是遺產 什麼叫商業糾紛 我們就不應該插手 但你這個綜合補警 我們都要避免 那你們是否想不想 全部人回警署談 即是我們這邊 我就沒有所謂 這三個 我請回來保護保鏢 這三個就不用去 我跟那個業主 和那個業主 和那個租客去 我們四個人去 租客就不想去警署 因為他說 我有交租給你 我就不會這麼煩 如果你們這麼煩 我就立刻搬走 在警署的周旋之下 業主終於同意 就給我一個單位 即是我這邊的朋友收租 因為口港無憑 大家一定要簽一些東西 當時我朋友立刻回到施羅惠 這份東西應該怎樣簽 立刻在手寫兩份東西出來 就印了雙方簽名 協議一個月後 就加回單位給我朋友 到一個月後 我朋友就順利收回單位 我不知道後來 他們分成每人一個 還是現在是否賣了 我朋友 我應該還沒賣 因為我早兩年多前 在移民之前 我跟他吃過一頓飯 他仍然說是收租的 我就沒有問他有沒有轉回他的名字 這個就免得這麼八卦 我想應該都轉回他的名字了 就算是免得煩 大家都分好了 你計算一下 我十年前 我朋友收回來 他當時租了兩萬元 兩萬多 好像是兩萬五 還是兩萬四 我忘記了 我當作是兩萬元 一年是三十萬租 近十年 他也收回三百萬租 對方霸佔了兩個單位三四十年來 不要說他用 他拿去收租 其實他也收了很多錢 不過算數 始終是拿回就算數了 我朋友幸好這單位半份契 為何收回 第一 假設他不是兩個公下單位 是一個住宅 他爸爸和他的朋友合分 買了一個住宅 雖然說是50% 其實我的朋友站在這裏 因為他一定是霸佔了來使用 他一定是說自己沒有收租 又說自己自住 其實你一直都不能搞 唯有是怎樣 好像他的律師所搞 打官司 打官司你真的花一百幾十萬 那究竟是不是 官司會贏呢 其實最後 我想國法官都會判 買一層樓大家分錢 這個應該合理 不會說對方人 因為只是對方都沒有 都沒有道理好 就好那麼久 但是你是不是 一百幾十萬就會打官司 這是一個問題 最好他買的公下單位 不是一個 他是兩個 就是一個A,一個A,B 還有我知道 一定不是他自己自用 如果他自用 是很難刷入他 因為他現在正在用 幸好他只是出租 出租還好 他還要是沒有租約 你沒有租約 我有租約 我當然是大條道理 所以上次 那次警察上來 他第一件事都是問你 誰是租客 你給我租客 他看 我給他出來 他給不到 他又是 弱了一些 做法 就是 成功 天時地利人和 都有 但是如果只有一個物業 你不要管住宅 或者公下 其實你都不能進去 你有什麼辦法 就算他租了出去 租了開門 是吧 那你踩進去 其實大家怎麼分呢 他一定不會那麼相當地分 所以最後 大家都要聽我拉仁哥說 遇上這些 半份契 千萬不要碰 你不是五罐樓 他處理管 他也是 坦白說 他也是和大家在這 鬥長命 即是 你要買的物業 外面有很多 很便宜 但你買回來 勞氣 你又不知道等多久 對方死亡 就未必給你 對方死亡 也好像遺產善辦 好像朋友那樣 遺產善辦 今天大家又站在這裏 其實出賣朋友系列 我有很多故事 但我又不知道 這些故事受不受歡迎 所以我一集很少說 第一就是朋友 第二就是 不知道說出來 受不受歡迎 如果那些view數 少 其實我下次就未必說了 接下來我會說多個廠腦 我應該就 看這幾二位下星期說吧 那個廠腦 那個 廠腦末路 我們之前做過一條片 看看這個廠腦 真是糟糕的 如果你是做廠腦 去買物業的話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聽 以及收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